澳洲一位猎鹅人在遭到鳄鱼攻擊後奮勇與其搏鬥 并且用手戳其眼睛 20歲的Steven上週五晚間和哥哥在澳洲北域喝酒並且猎鹅 而當他走進水深及腰處抓鵝時 一隻長兩公尺的鱷魚一跃而起並且咬住他的右手臂 鱷魚接下來試著要做文明的死亡翻滾 但很幸運的是 當Steven被拖下水時他看到了鱷魚的眼睛 於是他便狠狠戳下去 鱷魚嘴一鬆趕緊逃回河床 而Steven的弟弟則將其射殺 在等待救護車來時 Steven又喝了幾瓶啤酒止痛 我背後和整條手臂有擦傷 也掉了一點皮 手上還有三個洞 Steven說道